投資新世代 我們不如從昨天中國出了PMI開始談 因為見到製造業的採購經理指數 上回50% 這個確章區間大約50.1% 不過非製造業的PMI下跌至50.6% 會否我們看到製造業這幾個月 都是在50度上上下下下 所以上回50% 確章區間都是異議不太大 還有可能是因為高溫天氣過了 限電的情況又改善 所以製造業的活動有些起色 不過服務業那邊消費這樣下跌了兩個百分點 會否比較令人擔心 就是那個消費 接下來會撐不到經濟呢 絕對是的 你說得很對 因為即是製造業的PMI 上回都是50.1%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是一個按月的指數來的 那麼之前那兩個月呢 其實都是50以下的了 特別是上個月都是49.4% 而那個服務業那個才是昨天 我認為應該去關注重點 因為就是 譬如昨天消息出了的時候 那些網路通常說 中國經濟好像復甦 但是再隔多幾秒之後 那些編輯都改口了 不如再看那個服務業的之後 就發覺原來那個服務業的PMI 跌跌下去 兩個百分點這麼厲害 那麼差多 那這個就很厲害的 基本上 但是當然就是和成都的封城有關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是發生在九月的 主要是九月的頭兩個星期發生的 那麼我們現在評估 就是以這樣的兩組的PMI的數據 我覺得基本上都不用去等 那個遲一些會公佈 譬如說工業生產 零售銷售 這些那個大致的那個數字 都心中有數 那麼第三季的那個GDP 似乎現在我這樣看下去 都有很可能大概是2.6至2.8左右 那麼就是相信 今年如果說要全年 拿到3%的GDP增長 的確是有些難度